灣仔和昌大鴨 有近百年歷史 一向在附近一帶的地標古蹟 近年建築進行活化 有不少餐廳進駐 最近這裡又有新的餐廳開業 我們這裡主打老菜新造的手工粵菜 和精緻點心 這裡代表了有桂花香桂花魚餃 與乳腺龍井蝦餃 和百利咖啡蛋撻 蝦餃基本上是龍井蝦人的變咒 龍井茶是比較清潔的茶葉 將它加進蝦膠 因為蝦膠本身會有少許油膩感 所以我想到龍井蝦膠放進去 我們用龍井 將熱水焗了茶 焗了茶就用龍井茶葉加進蝦膠 除了外皮有新意 餡料都很特別 用越南的海蝦 同樣加入乳前龍井製成湯汁 平均摺11-13摺 大小剛剛好 賣相精巧 半透明的外皮夾閘著茶葉碎 吃的時候蝦肉比一般的更爽口大牙 龍井茶清香 蝦餃鮮味 兩種味道加起來 出奇地覺得很平衡 另外這一款點心也不能錯過 這個桂花魚 其實淡水魚來說 它比較滑 裡面會加了一些馬蹄 加了一些糖痰 令到它的味道很清新 清新之餘 我們亦都加了桂花 希望它的味道的層次 再增加多些 外皮加入乾的桂花 裡面包著桂花魚肉 鮮味十足 如果喜歡吃香口 可以試一下蘿蔔手作鮮絲酥 外層鬆脆 內餡混合兩種蘿蔔餡料 很有咬口 蘿蔔絲酥 基本上有兩層 一層是水皮 一層是油芯 我們將它搭 我們將它一開二切 再搭 平均搭四次 這裡的餡料主要有白蘿蔔 還有紅蘿蔔和紅蘿蔔 它的味道融合得比較好 吃完鹹點 甜品亦做得非常出色 功利蔗汁卷 因為這個功利蔗汁 都很出名 而且這個時候比較當造 我們用它們濃香的蔗汁味 加上我們做點心的技術 我們主要都是用馬蹄粉 我們就沒有加其他東西 我們只是原汁原味 價錢方面確實不算便宜 不過餐廳位於這棟100年的地標 點心又做得這麼精緻 有預算的話不妨去試試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